要说皇帝这个职业 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 享受着最好的待遇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 高处不胜寒 他所承担的风险也是极高的 不只是被有企图的人盯着 平时的言行举止 还要受满朝文武的约束 就连自己的婚姻大事 也要从正局角度大格局出发 但还是有许多人前赴后继的扑上去 因为他的好处太多了 皇帝后宫家里众多 自然子嗣也就很多了 一般只有嫡长子继承皇位 但是其他的皇子为了家族荣耀 为了自己的野心也是要争一争的 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皇帝 为了做皇位杀兄是父 这些故事屡见不鲜 但是有位皇帝他是真心不想做 皇位对他来说就像是烫手山芋 如果有人要做这个皇帝 他巴不得赶紧给人家 皇帝每天享受着百余名臣子的朝拜 接受着他们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祝福 但是没有哪个真正活到万岁 有的甚至连一天都没有活过 只做了一个小时的皇帝就死了 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他就是金国的最后一任皇帝 完颜成灵 金国只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 有开国皇帝创下雄厚的基业 经过金银发展会达到鼎盛时期 也会逐步走向稳定阶段 然后就是子子孙孙继承享受 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成梁 无奈这些后人不思进取 只顾享受奢华生活 以至于一个王朝逐渐衰落 金国也一样到了完颜首续这个时期 可以说离王国不远了 就如他的称号金哀宗一样 真的悲哀了 为了维护好这份基业 他也做了不少努力 但是都没有效果 又被蒙古军和宋军联手侵犯 打起仗来毫无还击之力 他所能做到的只是一路逃跑 最后被逼至蔡州困在那里 金哀宗只能认命了 他知道自己能力不足 也明白了大金的国运算是走到头了 于是他想着不能让金国 在自己手里完了 他要把这个皇位让出去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也许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当时完颜成灵是金国的元帅 在金哀宗眼里算是最有能力的人了 所以他选中了他 金哀宗想着 就算是被攻破了城池 完颜成灵毕竟是领兵打仗的人 也有一定的能力和机会寻得生机 这对金国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面对金哀宗的诚恳态度 完颜成灵没有过多推辞就应允了 在第二天就当上了皇帝 可是皇位还没坐稳 蔡周成就开始沦陷 战争情况不容乐观 开国时期的女真族兵马 可以说是非常勇猛的 但如今却在对手面前宛如一只弱鸡 都颤死沙场 金哀宗看着这情景 知道金国这就完了 所以在极度悲伤之下自杀了 完颜成灵亲自率领兵马 与宋军和蒙古军对抗 被杀死了 很快蔡周成就完全沦陷 金国也真正灭亡了 后期有历史学家进行推测 完颜成灵当了皇帝不足半天时间 甚至很可能不到一个时辰 真的是很悲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